各位好 我們來看這個範例 它是關於坡數 還有 線密度 還有繩子張力的一個題目 那首先呢 他說有一個細繩呢 一邊綁在牆上 一邊跨過滑輪 並且掛了一個 重量100牛頓的重物 那請問 它的坡數 以及弦的線密度 那麼 這個其實就只是 直接代公式就可以了 首先 它有給一個條件 一個脈衝坡 從P傳到Q 費的時間的0.2秒 而P到Q的長度是4公尺 所以它的波傳播的速度就是 距離除以時間 就是20 就這麼簡單 然後第二題 那這樣可以找出弦的線密度 利用底下這個公式 把這個公式的由來呢 可以看 課外補充 好 那我們直接用它 波速它會跟繩子的張力 和線密度有關 繩子拉得越緊 張力越大 波傳的就越快 然後 這個線密度也是 就是 單位長度的質量越大 線密度越大 那線密度越大 它就會 波速會傳的比較慢 這可以 自己用 粗的繩子和細的繩子 甩甩看 就會發現呢 波在細的繩子上呢 傳的比較快 那當然是要拉 拉一樣緊的情況去做比較 總之這一題 我們直接代公式就可以了 所以 波速在第一小題得到了 20 會等於更好的 繩子的張力 就剛好就是 由 所掛的重物 提供 因為這個重物它是合力為0的 所以 繩子拉重物 以及 重物的重量是平衡 所以呢 那 繩子的張力是100 牛頓 好 所以這樣的話 繩子張力帶100 那線密度 μ就是一個位置數 這樣算起來的話 那 μ就是 四分之一 單位就會是 每公尺多少牛頓 好 就這樣 謝謝